詞曲 李宗盛 王貴 李宗盛 兩位好 我想剛剛其實很多委員都有在關切 因為今天其實大家就是對於我們的這一次 各個政府機關在採購快篩試劑的時候 有許多的亂象 其實大家都有提出了許多的問題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 因為今天其實有看到 就是我們的這個報告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目前呢機關署的緊急採購 就是共採購的部分是三千五百七十萬劑 那這裡的話我就想說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我們蔡英文總統 他其實在我們先前的新聞上面有特別提到說 五月是要到貨一億劑的快篩 那想請教一下這個一億劑指的是五月底前要到貨 那有沒有包含在審計部報告裡的 這一個九個中央部會還有九個地方政府 辦理採購十億元的這一些相關的契約 這個部分可能要請機關那個衛福部的 剛剛不是有請機關署上來嗎 財務部的採購的那個秘書處的處長 所以周處長沒辦法回答 所以周處長沒辦法回答 好委員好 你好 剛剛已經問問題了 就是你現在五月要到貨的這個一億劑的快篩 那現在目前衛福部今天我們看到機關署在報告裡寫到的是 目前總共採購三千五百七十萬劑有在第四張表的部分 對那請教一下五月底前將到貨一億劑的快篩 目前的部分在這個九個中央部會跟九個地方政府辦理的採購裡面 他是有包含在這裡面的共同採購契約嗎 是已經有包含在裡面還是說蔡總統講的是額外另外再一億劑 額外的這個共同供應區是沒有包括的 沒有包括那現在這一億劑的部分 目前是五月三十一號現在只剩大概二十天嘛 是 所以那這二十天內要到貨一億劑目前已經下定多少了 目前下定有兩億是將近兩億三千多萬劑 兩億三千多萬劑 那為什麼今天審計部的報告裡都沒有提到 因為我們的部分還有一些是徵用的 不管是徵用或者是採購應該都會在審計部今天的報告裡面 是在緊急採購案裡面相關的吧 你怎麼會審計部的報告今天要報告這個 政府機關採購快篩四季的辦理情形 可是你們都沒有包進來呢 你剛剛說有兩億三千萬嗎 審計長有聽到嗎 有 所以你們在今天送到立法院做這個報告之前 衛福部機關署都沒有跟你們講到說 已經採購兩億三千萬劑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嗎 因為到報告出來以前 大概我們了解到的就是我們的 報告出來以前但是你的報告寫到是統計到五月四號耶 所以你的意思是告訴我說五月五號到現在才短短幾天的時間內 你多了兩億三千萬劑的採購 當時因為可能在大院要來 要來 今天的專案報告裡面 大概是針對緊急採購高燈的這一塊比較多 所以我們提供給主計總處跟 沒有啦沒有人說要緊急採購高燈的部分比較多 這裡面全部都有啊 這裡是所有的泰國亞培 所以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 我們徵用的部分沒有沒有含上去 可是徵用也算是我們的政府共同 就是機關採購的快菜試劑吧 是是 所以你怎麼會不報上來呢 讓省村長這個報告不完整 所以我現在跟委員口頭補充嘛 我們大概徵用的部分 大概在羅氏的部分有1億9千5百萬劑 那亞培還有五千萬劑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問題喔 今天你們都知道 省記長衛福部你們都知道 要來立法院報告 政府機關採購的進度 那你說什麼就是報告出來要準備之前 他們還沒有報 但問題是到今天早上之前報告都可以改啊 我拿到這報告也是今天早上才拿到紙本啊 是是 所以有什麼道理你多了這2億3千萬劑 不能夠讓我們再事先看到委員看到書面報告呢 再來你剛剛講的2億3千萬劑 你說1億9千萬是羅氏 對 然後還有另外的呢 亞培五千萬 亞培五千萬 就只有這兩家 對 這樣加起來是2400萬 對將近 將近 對你看所以我現在沒有書面報告 我變成是數字在用喊的 那再來就是 因為在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報告裡面 其實是有提到各個機關 就是這邊列的9加9 其實已經有10億的決標金額 那你剛剛講的這2億 將近4千萬劑 你的決標金額又是多少 這都是我們今天希望在報告上看到的啊 主席我跟你就是幫你喊約一下 你看審計部做報告沒有完整啊 那你這2億快4千萬劑的決標金額又是多少 委員現在指的是副表一嗎 副表一 對是副表一是你的報告的 這個提供的審計長的審計報告裡的報告的表格嘛 但是這個是我們現在拿到報告已知的情況 我現在在問的是 你剛剛給我的一個新的資訊告訴我 我們的疾管署已經採購了兩千 兩億4千萬劑的疫苗 一億9是羅氏 然後五千萬是這個亞培 好那這個部分的決標金額是多少 羅氏的我記得應該有137億 那亞培的就是95乘五圈好像47吧還是多少 好所以我覺得這麼重要的資訊可不可以就是明確的 看起來是還沒有同步進行啦 審計長這個可以麻煩你 對你們的報告今天就是沒有寫完整這個資訊 所以變成是我們今天財政委員會走到現在才問出來說 還有這麼多的其他採購 其實根本今天在立法院報告上是沒有被看到的 所以可不可以麻煩就是 審計長報告的部分請跟衛福部一起把這個部分補起來 那最後兩億4千萬劑現在是什麼時候決標的 什麼時候會到貨 兩億4千萬劑大概 其中羅氏的我們大概5月底會到3千萬 6月15號會到2千 那 不是這樣5月底前要到貨1億劑嗎 對對對我現在要說 月底的話大概會到1億2左右 月底到1億2但是你剛剛說羅氏在月底之前只到貨幾千萬 沒有剛剛說亞培5千萬的部分是5月底到貨3千 6月15號到底到貨是2千 那羅氏的話到月底的話將近大概有6千5左右 對 所以你的意思說一個6千5百萬一個大概3千萬加起來會1億 還有我緊急採購的3千5百70 這個是你有列在報告裡面的部分 對對對 那這個是主要是否持名字 還有公共衛生 還有地方政府的 我們為什麼今天要這麼關心這麼多的數據 主要也是因為我們希望儘快緩解地方上這些快篩缺貨的問題 那所以剛剛聽起來就是說如果佔造這個採購正常的到貨程序的話 應該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緩解是這樣子嗎 您的就是信心度是OK的吧 到貨會準時到貨 那我覺得這資訊很好 為什麼你們不願意寫在報告其實我不是很了解 因為如果你講說政府已經採購到2億4千萬劑 而且到貨的時程都已經很確定的話 麻煩以後就是對立法院的報告 就算說你今天前一天要改報告 我想這個招委對於我們新的報告的內容 應該都能夠提供給委員們問證監督我覺得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這個祭你們籌一啦 就報告沒有寫好 那麻煩一週內可以把這些剛剛講的數字 麻煩審議長把這報告重新再把表格重新再提供給我們 好不好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委員 謝謝 請把相關訊息補充回覆 接下來質詢請 好嗎 好嗎